还评小组的会议大家不要把它变成是好像无限上钢 日前被质疑寡妇楼都根案还评委员谢宏年和赖以轩 都有建商背景没有利益回避 高宏安反呛不要无限上钢 但现在还评会议记录曝光又被揪出恐怕不寻常 毕竟看看今年8月3号在新竹市环保局举行的寡妇楼案 第4次还评出手会议 不止主持人是6月才辞掉生意开发独懂的谢宏年 现任生意独懂赖以轩也在其中 而其他委员都是学者背景 等于6名委员完全不见市府代表 就连主则机关环保局也没派人参加 过半的委员出席环评会就可以开 也就是说这个环评会有可能一个府内委员都没有 确实就有可能让有心人士来利用 具备都市更新咨询师执照的里长也直言 出审会议没有市府代表恐怕会少一道监督机制 而再看看新竹市府21名环评委员 市府官员就占了三分之一 可能这些府内委员他们觉得说 这件事情可能将来可能会出事 所以我不去我就没有签名 我就没有法律上的责任 只是在一场环评会议里面 然后谢宏年主动争取当主持人 然后所有府内委员都没有去 你要说是巧合 恐怕很多人都已经中大乐透投财了 尽管新竹市府强调聘任外部委员是迂法有据 但六名委员当中就有两人有建商背景 难免令外界质疑没有利益回避